欸,音響,音響 你現在為什麼每天上班都這樣子 是晚上終於過度是不是 沒有啦,就很累啊 但你那臉昌白不大好你 對啊 我跟你說,你這樣子要小心 因為在辦公室裡面有什麼事情會遇到你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我之前在新竹的交通隊 新竹線警局交通隊 就遇到一個很怪的事情 那時候有一個替代義男 然後他有一天晚上就像你一樣 點色蒼白,然後每天都快趴睡 後面有一個小隊長就看到他 就跟他講說,欸 小朋友,你不要每天這樣子都沒精神 結果這小朋友就跟他講說 小隊長,我不是沒精神啊 我真的是沒辦法上班啊 因為辦公室很奇怪 你看那個值班台 我每天晚上到9點多的時候 我就看到五六個小朋友 有的斷手,有的斷腳 就在那邊玩啊 我怕他我要怎麼上班 這麼可怕 真的啊 他就這樣子講,而且他是那種面帶驚恐的說 然後他就轉頭跟小隊長說 小隊長,你自己要小心啊 不是只有那群小朋友 你的那個座位喔 我已經看了快一個月了 每天晚上都會出現一個老人 而且這個人還穿著有一點點像那種古時代的衣服 坐在你的那個辦公室那邊披公文 你坐在那邊的時候 他的身影是跟你重疊的 講完之後 那個 替代營然,臉色就會這樣發黑啊 那小隊長就說 啊你真的怎麼樣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後面這個小隊長嚇到 就不敢回到他的座位去上班 然後就把這個替代營 抓到外面的廟裡去這一階 後面才發覺說 因為新竹陷阱交通隊 以前是個亂杖鋼 那時候挖出很多那個 瓶瓶罐罐的骨灰毯 都沒有辦法去把骨灰毯好好的去 重新入土 然後有一陣子都放在辦公室的角落 所以喔 可能就是說 這個裡面的無阻 冤魂 那就纏上了這個替代營 所以我跟你講 在辦公室 要小心 不要以為喔 你在 趴在這邊沒有人看 搞不好很多人在注意你